大家好,我是青菜 本動畫故事由 澄澄提供 當然,我會做些調整 以及改篇喔 另外,我私心非常喜歡這則故事喔 還有這則故事 青菜將會是你生喔 廢話不多說 故事開始 這件事情 發生在五年前 那時候,我是一位 非常愛佛牌的女孩子 家裡有十幾尊古曼童 每天都會供養一些糖 以及飲料 而且古曼童 是真的會喝飲料 每次供養他們的飲料包裝 都沒有打開 但是飲料還是會大量減少 好神奇喔 這天,我在每次買古曼童佛牌店那裡 聽說了有一種佛牌 叫做狐仙佛牌 最初我聽到名字狐仙 還以為是一隻可愛的狐狸仙子 但其實不是 狐仙牌和古曼童有點類似 只是狐仙可能只是供養姐姐吧 師父說著 她可以招來人緣 提升人際關係 增加姻緣 避小山 防老王 避開爛桃花 提高自身魅力 以及勾魂索心 我當時就心想 勾魂索心 這個是好東西 要不 就請一尊試試看吧 這天請了一陣狐仙回來 我家男友 就煮好燭光晚餐等我了 我的小寶 你回來啦 大寶 你幹嘛呀 謝謝小寶 你這一陣子的陪伴 今天我們吃完東西 喝點紅酒 然後HAPPY HAPPY一下喔 這東西 它靈啊 後來 陸陸續續又請了好幾尊弧線的佛牌回來 而我時不時都會用靈百來問他們一些問題 如果是好的話 靈百就會順時針行轉 如果是不好的 請內時間行轉 如果是前後擺動 或者是靜止不動 可能是問題不夠明確 或是詢問者自己的內在也很混亂 胡仙啊胡仙 我跟阿伯的妹妹比起來 我更漂亮對吧 嘻嘻嘻嘻嘻嘻 你覺得我不要去跑步 比較好對吧 嘻嘻嘻嘻嘻嘻 我的自拍第一張比第二張好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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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捐款,看看能不能早日帮助他们投胎 原本我是一个人住一间套房 供奉泰国佛牌古曼铜的 而供奉了这两年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虽然也没有祈求什么 但无形之中确实有一些小确幸 直到我和我的男朋友搬过去跟阿波一起住透天的 而阿波是供奉神明的 神明厅用在二楼 我与我的男友住在三楼 而阿波就住在第一楼 最初也没有什么事情 直到阿波去庙里请无形集回来 阿波也请示我说道 你不是都没有求什么吗 不如让古曼铜呼吸他们全部在神明旁边修行 我想了想,说不定能让他们早日投胎 好啊,你再去请示神明的意思 阿波有认识取机的朋友 请那位朋友帮忙请示神明后 神明表示要自己和佛牌下坛 这天我们也就早早的入睡了 通常我睡觉都是一觉到天亮 而且可以睡很长的时间 但这天半夜,我忽然惊醒 也不是想要上厕所什么的 没有任何原因的 就真的是忽然惊醒 我就下楼打算倒杯水来喝 结果遇到阿波 那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吗 阿波 刚刚楼上那么吵 你还睡得着 神明厅 跟你供奉佛牌的那间房间 正在灵动 当时,我在滑手机 滑到一半时 听到楼上有柜子拍打的声音 朋友们很大力撞击的声音 我立马用我百六的速度 跑上楼 但,什么都没有看到 可能,因为我们是麻瓜 所以看不到 我就马上打电话 问我当鸡童的朋友 陆辣兵 有三尊 跟你朋友很久的佛牌 已经有法力 一人也稍微撼动神明 那三尊佛牌 跟在你朋友身边的话 怕会有生命危险 他妈神明跟他们谈判 没一人爱卖跟神明修行 有三雷魂埋 谈不好 在楼上打了起来 因为你们的五银旗 是从我们庙请过来的 所以刚刚神明 跑到我这里喊资源 已经有两尊神明 手牵手续解决了 好像大战了几个回合 那三个魂 已经被神明收掉了 然后阿博跟我说 有三个魂 不要跟神明修行 结果被收掉了 我下刀跑去 供奉佛牌那里 用灵摆看看 是哪尊不见的 结果 是跟我很久的 那三尊佛牌 狐仙姐姐 真的很神奇 问到那几尊狐仙时 灵摆 就停止不动 后来阿博再次打给 鸡同帮我问 被收掉的那三尊神明 应该怎么处理 鸡同叫我把佛牌 用红纸红布包起来 然后埋在树底下 后续就是 以和神明讲好时辰 其他的魂体 要进去五鸡旗修行 在他们要进去五鸡旗的前夕 我弄了一大桌糖果饼干零食 给他们最后一餐 讲真的 那时候 心里五味杂成 讲白一点 是很不好受的 怎么说 他们都是跟在我身边很久的灵 对我也没有任何敌意 多多少少 也是带有点感情的 后来我打算 把佛牌的纯钱筒 以他们的名义兼权 做功德回向他们 而一共有三个纯钱筒 每个纯钱筒下面 都有一个密码表 三个密码都不一样 第一个开起来很顺利 第二个开起来也很顺利 直到第三个 我看了看密码表 印象很深刻 密码是12至3 平常是左转12 再转到3就打开了 结果那天试了很多次 都打不开 我也试过左转再右转 也一样打不开 我就用灵白问了佛牌很多问题 为什么打不开 是生气我了吗 不接受我的钱了 灵白逆时中旋转 代表不是 是不是男友已经发钱拿走 然后偷偷换密码了 灵白逆时中旋转 代表不是 这样迟了大概半小时 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阿波问是不是古曼铜要把这笔纯钱筒的钱留给我 这时候终于顺时针了 表示 是的 这时的我差点泪崩 太感动了 要不是阿波站在我的旁边 我早就哭爆了 原来他们 也有想到我 最后 他们全部已经到五蝇棋里面修行了 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了 但不管他们在哪里 希望他们过得好不好 感谢观看